6月20日晚间,太白粉巨头龙百集团及其旗下东方道业同步披露,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徐冉。 徐冉希一名90后,她也是龙百集团创始人,原实际控制人许刚先生的女儿。 一个月前,龙百集团董事会沉痛公告,公司控股股东,实际控制人,名誉董事长许刚于5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,不幸离世,享年61岁。 根据龙百集团最新披露,公司于近日收到徐冉、未成年人许某某先生出具的详实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报告书显示,根据上海市金安公正处出具的公正书,许刚生前并未定立遗嘱,也未与他人签订一赠苦养协议。 他生前只有的公司6.27亿股股份占比26.25%,由其女儿徐冉继承五亿股,由其儿子许某某继承1.27亿股。 以龙百集团和东方道业当前的股价粗略股算,徐冉、许某某继承的股票市值分别约为101.35亿元和25.73亿元。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分析,徐某某是一位年仅14岁的学生。 至此,徐冉合计持有龙百集团6.27亿股股份的表决权,占公司由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.25%。 龙百集团还认为,徐冉目前担任公司副董市长、销售公司总经理, 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层的重要成员,在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 因此,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,由许刚变更为徐冉。 由于龙百集团持有东方道业1.82亿股股份,占比23.51%。 系公司控股股东徐冉也间接入主东方道业。 徐冉此前便已进入龙百集团管理层。 为共創股本第4个例子份。 顶多诚实际上,占比22.51%。 封面团地震灭。 请兴趣。